Hello YouTube 我是Eva 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使用这个文艺复兴眼影盘 画出来的一个日常的 就是比较淡的妆容 所以呢 如果你对今天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呢 那就请继续收看下去咯 首先呢 使用ELF的这个眼影大体膏 然后呢 遮一下我的眼皮的血管 接着呢 使用LAPSQUARE这个晕染刷 沾取这个颜色 当作是我们的眼皮晕染色 记得要把多余的粉拍掉 你们看 刚刚那个飞粉有多么的严重 接着呢 就是无止境的一直晕染到 就是你的眼窝上面看起来没有色块 接着呢 我们再使用更少的 这个LAPSQUARE的锥型眼影刷 然后呢 沾取这个颜色 然后呢 一样记得要把就是这个 多余的粉拍掉 它真的很会飞粉 接下来呢 把这个颜色上在 就是我们刚刚画好的就是这个 约染色的下方 就是有点像是彩虹的概念 就是刚刚上面的颜色是比较浅 然后现在下面呢 就是画一个 比较深的一个剑层的颜色 这样子呢 可以让眼窝看起来比较深邃一点 再使用另外一支眼影刷呢 沾取我们现在这个颜色 然后呢 就是画在我们剩下眼皮 还没有上色的地方 接着呢 再拿回刚刚使用的这个 锥型的这个眼影刷 然后呢 再重新的加强一次 就是我的第二层的这个阶层 因为我刚刚我觉得颜色不够深 再来呢 就是拿更小更小的眼影刷 然后呢 画在就是我们的眼尾的三分之一处 加强就是眼睛的深邃感 然后一样 今天所有的步骤都是要 不停的晕染 这样子呢 眼睛的妆容看起来才会自然 那呢 使用漂亮帮地的眼线一笔 画出一个很自然的线条 然后呢 再混合这两个颜色 当做是我的下眼影的颜色 就是一样比较自然 还有就是使用Tarte睫毛夹跟 George Omni的 Eyes to Kill的睫毛膏 接下来呢 就是用湿紫筋 把刚刚就是这些眼影的飞粉们 全部都擦干净 那接下来我要进行就是我的底妆步骤 这边呢 我就会通通都用快转咯 那今天所使用的产品的一样都会放在 解识了 这种文艺浮显影盘所发出来的这个日常妆容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跟问题的都欢迎留言给我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 别忘记帮我按赞跟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我现在有脸是专跟instagram了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跟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就先这样子哦 拜